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好,來到第三集的隔空開拓 兩集的節目亦都受到很多的...我不敢說是評論 直接是批評吧 尤其是很多直指本人樂仔認為我所說的內容 沒有聽到別人所說的 又或者覺得我所說的沒有道理 對方說的比較合理等等 亦都會感激對方 亦都說再一次出片回應 作為禮儀我很多 亦都有義務再出片去作出少少的回應 首先,出片之前我會希望的就是 大家在討論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將整個討論聚焦在事件上 而多於是其他旁敲側擊 其他的又認為你不夠了 他不夠了 甚至是攻擊一個平台 或是攻擊對方平台都覺得不是一件好事 我也都不希望這樣的效果 一直以來我針對的就是他的論點 其次就是他的態度 為何你有能力去說別人 即是中學生的程度 為何你可以說到自己要拯救別人 雖然你最新的片段說到你的拯救 就不是要把別人拯救出來 不是要把別人拯救的 不是 但是我覺得 我也看到很多的聽眾 甚至有一次發揮這段片給我的聽眾 的感覺就是覺得 咦?為何這樣說的呢? 為何好像說到自己的救世主一樣 他們很多時候都用到一個說法 就是會令到他們無管動 所以我才會作出這樣的回應 如果你認為 我誤解了你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再一次澄清 究竟你認為的拯救是什麼意思 甚至是你會認為 究竟什麼是真正的中學程度呢? 會不會你都可以承認 其實你用的字眼 會有一點點不太正確 對於對方都是一個足球研究的 即是我看回他的文章 作者阿簡 他都是一位很資深的球迷 一位巴塞球迷 他都只不過是對自己愛隊 去作出一些建議 一些評論 裡面的內容不溫不火 雖則你可以不同意 正如我這麼多集 一直都這樣說 就是 足球理論沒有對還是錯 但至少要互相尊重 有人會認為我兩集節目很輕挑的感覺 假如有這樣的感覺給你 我向你致歉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 也沒有這樣的意圖 我只是想討論 亦都希望 可以 我不敢說 為不者 討回一個什麼公道 我不是什麼 仗義之人 不是 而是我覺得 嗯? 會不會其實 用詞方面 尤其是 你知道對方是一個 這麼多人收聽的節目 或者你都在聽著 你都在這麼多人收聽的一個平台 一個個人的節目 這樣 去開名說別人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對方 都有一點點的 不快呢? 我會覺得 是不是可以 在延遲上面 有所修飾 等等的問題呢? 那麼 他最新的一段片段 裡面講到幾件事 首先我就想 播一播 播一播 我折錄了對方的聲帶 先 就是說 他說 我說 可以扭多 不過要one on one 那時候 我什麼時候有這麼說過呢? 我說可以扭 不過起碼是one on 0.5 那麼相信 剛剛聽完這段聲帶的聽眾 都會聽得 就是說 他說one on one的時候 是 他沒有說說one on one的時候 可以扭 是說明說要one on 0.5 才可以扭 那麼多人後面還有一點點的 例如說要在錯腳位 剛剛好 你對著尾強 正在衝過來 等等 就是他講過的內容 我相信很多聽著這集的聽眾都好 應該有聽過他類似的說法 那我不全部剪出來 我終於剪回最精要的一段出來 他這樣就說 我誤解了他 但是我又特意聽上一集他的節目 而裡面 我也聽到他是這樣說的 就是當美師 是把球交給你 你後插入 即是說你空位是比較多 在這個時候 你未必可以打成射的 因為對手的防守球員 都可以很快的 埋起來去封你的 這個時候 雖然你都可以叫做one on one 那他在講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後面也繼續展述 也是說回 他上一段之後有說的 例如說 對面衝過來的時候 只是扭對方的錯腳位 而不是站定one on one 那隻去扭 但是他會形容這種的扭波 雖然對面正在過來 而他 不是說真的站定定 站光式的one on one 他這樣形容我 我純粹 儘量複術 又不想剪這麼多對方的片段出來 避免大家覺得悶 或者波帶 那他大概這樣形容 我相信大家會理解我的意思 但他都說 亦都是稱回那種情況 叫one on one 那其實我自己對one on one 我相信就是很字面的意思 一個對著一個球員 就是one on one 那什麼叫one on 0.5 可能他就說一個 不是完全聚焦於防守你的球員 或者不是去到 完全準備好防守的時候的球員 那我理解他這個說法 但是 其實在上一段片段 又真的沒有提到這一種說法 那one on 0.5這個說法 那我又不會突然之間 去提出一個這樣的說法 去形容的 那 只能夠說 就是我沒有誤解 或者曲解你的意思的 那就是這樣 另外也有另一段聲帶 是想再給大家聽一聽的 那你說不是喔 4231裏面那些人可以動的嘛 那動了下去 變成901 那都是主手嗎 那你到時就會叫他做901的啦 你又不會叫他做4231的了 那這一段的折錄 他就講到就是 主要是回應回我認為 或者兩集其實主要主身的一個 我都相信是一個主論點 就是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陣式 是應該賦予任何既定的特性的 或者屬性的 而我所說的特性屬性 是指主攻啊 主手啊 還是反擊的陣式 我認為是沒有的 因為球員在球場上面 在因應同的情況 會有所動動 而這些動動呢 我都可以回應一下 就是 一定當然 是由領隊 在賽前的訓練裡面 去想出來的 常常我們看球員都會說 喔 Plan B 有沒有Plan B 有沒有Plan C 就是會不會 本身打出來的那種打法 打在球場上面 看了四五十分鐘 發現 咦 好像真的攻不進對方 好像對方所說的 有點老鼠拉龜 是不是 可以試試拿Plan B和Plan C 但Plan B和Plan C 不一定是需要 換 或者調動一些球員 我意思是跟後備球員 作出一些調動 不一定的 在球場上面 球員會作出一些 位置上的 不同 甚至在角色上的 添加 例如本身 可能你是主手的情況 你會要求你的 集位球員 較為靠後 不要經常去疊瓦 但是 去到某一刻 我當覺得 咦 我們好像發現 對手進攻的漏洞 一定可以攻他一球的時候 自然領隊 就會要求兩集球員 多個進攻的角色 叫他們上前去做一些疊瓦 去落底 去出球 那 這個就是我所說 所以他也特意用這段說法去回應 他覺得 不是 其實假如這樣動了 就代表那個陣勢 已經不是本身的陣勢 例如你5-3-2動了 那兩個球員上了 但我們就不再叫他做5-3-2 應該叫他做3-5-2 因為進攻時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他之後 當他展述到 他 解釋 他為何 認為4-2-3-1是最佳的主攻陣勢 的時候 他又這樣說 去到這個是4-2-3-1 四個進攻點 沒錯 兩隻閘不用上去 現在後插入有幾多個人呢 答案是兩個 因為有一個中場球員插上去 另外就是一邊閘插上去 因為不需要兩邊閘一起上 那他就在剛剛那段錄音 即是那段節育裡面 他就說到 4-2-3-1是最佳的主攻陣勢 除了因為 他前面或後面 他還有再說 就是因為4-2-3-1 就有四個進攻點 再加上兩個後插的點 一個就是4-2-3-1-2 其中一個中場球可以前插 另一個就是習偉強 亦都可以前插 但是這個時候 我亦都想用回之前那段節育裡面 所說到的就是 既然當一個陣勢變成901 但是回防那一刻 你不再稱這個陣勢 即是他說由4-2-3-1變成901 所謂901不是陣勢上面 永遠變成901 而是說那一刻 剛好球員回防那一刻 你會叫他做901的時候 那 就應該那個陣勢 就不可以稱它為4-2-3-1 所以就不可以說 4-2-3-1是主守 即是類似這樣的意思 我希望我沒有interpret錯 他的說法 那好啦 但是剛剛他那段錄音 也說到 4-2-3-1 為什麼是一個最佳的主攻陣勢 就是因為他有前插等等 等等的情況 剛剛前面也有再解釋一次 但是我就想問一問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球員前插了的時候 陣勢是不是已經有所改變呢 大家可以試試畫圖 即是他 當時都希望大家的畫圖會好理解些 那我也嘗試畫圖 前插了之後那個陣勢 可以有兩種叫法 要是就叫3-1-5-1 要是叫3-1-4-2 那的話 是不是代表最佳的進攻陣勢 應該是3-1-4-1 不是3-1-4-2 或者3-1-5-1 而不是4-2-3-1 因為4-2-3-1裡面的兩集 應該都是留在自己教後的情況 不應該插入 而不是 他就不是叫4-2-3-1 其實有人說 我做這個節目 或者說我們球星台做這個節目 有這個節目 目的就是 希望追擊他 那其實 假如知道 即是我們內部的人會知道 本身這個節目 是純粹希望做一些突發性的 一些新聞 始終大家知道我們平時 球星台 或者其他 就是球星台這個節目 甚至球星台其他的節目都好 其實是 比較定時去出的 未必能夠應付到一些即時的大新聞 所以本身這個節目 是想說這個 隔空開talk 就是想隔空 即是隔空空氣 不用去到studio 都可以錄音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剛巧 我就看到這段 這樣的片段 去評論一篇文章 其實 討論了這麼多 我看到大家很多時候 現在討論的聚焦點 已經不在那篇文章上 所以這一刻 反而我想反撲歸真 就是我們今集的主題 反撲歸真 回到基本點 回到原點 再看一看 其實 那篇文章 講關於尼馬 致入中路的文章 他的看法 他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 這麼不可取 這麼不切實際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我現在可以和大家 再分析一下 看回原作者 我跟他自我介紹的部分 阿簡 也是所謂巴塞球迷會的領隊 我叫做簡稅 也是這個FBFC的成員 我先介紹他 其實他在這篇文章的標題 就是釋放尼馬吧 相信他不止於此 裡面呢 其實他講了很多理據 就是講到 其實本身他自己 對於上一季尼馬的表現 都是不滿意的 覺得他很多就是 太過一板一眼 只是在哪裏推過 然後最後呢 一旦就扭失 一旦交不回 這裡他形容是尼馬的軌跡 覺得他太過一板一眼 太過之 踢得多 開始死了 被人看死了 看清楚了 而我也知道 對方也有講到這個 就是認為 為什麼頭一兩季 可以成功扭得到 就是因為 被人看死了 而偏偏 我覺得 這也是其中一個 好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 釋放尼馬 把尼馬放回中間 絕對是一個 可以可取 可以一試 的做法 其實他那篇文章裡面 有講到 六點 六點裡面 就是講過 將433 他剛剛介紹的 4312 究竟有什麼好處 對方有解釋過 六個好處 逐個去評論過 我現在也嘗試 從我的角度 去解釋一下 可能我希望可以幫他補充一下 也可能 其實我是誤解了他的 誤解了本身的作者 也不奇怪 但我嘗試用我作為讀者的方法 去解釋一下 或者幫他補充一下 他說 好處第一 就是推進的時候 全球的變數 是多了 我個人認為 你說跟433比 變數是否多了呢 而我覺得這個未必會是 真是很明顯的效果 反而我覺得他所說的變數 未必是說 跟433 為什麼 我們會多了更多的斜拳 多了更多的直拳 或者多了更多的特別的傳送 未必是這個意思 而我覺得他的說法是 這麼多年來 巴塞都比較堅持433這個陣式 比較少打其他陣式 那麼假若他轉一轉的陣式 尤其是西甲裡面很多是老對手 那麼多屆對親 他們都去打433 始終是會摸得熟的 這件事我非常非常同意 始終 人家的Database不是假的 人家每隊球隊 就算可能一些比較中效的球隊 他們都會有各自的資料分析員 有些人在電腦上做一些數據分析 很容易知道究竟巴塞現在433陣式的命脈在哪裏 哪裏是他們最倚靠的位置 而嘗試加以攔截去切斷 但若果下一季 巴塞轉了做431的話 那麼支持433裡面 所有的Data就變了沒用了 一轉了 其他球隊就要重新適應 假若巴塞球員 比外來球員 即是比其他球隊的球員 這麼快適應到這個陣式 始終你懂得說 他們下一季真的轉431的話 亦都是踢巴塞的球員 這麼多季一路打433 突然轉了431 他們都要適應 但若果他們適應的速度夠快 亦都能夠很快地 放在球場在錄音場上運用的話 其實的確是會跟以前433做出很多不同的區別 起碼是有兩個前鋒站在前面 感覺上對方的球員未必會知道 究竟現在這個陣式最倚重的是什麼 而難以去做一些防守 所以我覺得推占的時候 不單止全球的變數多了 進攻的手段也多了 而進攻的手段 有機會可以再展述一下 究竟什麼是進攻的手段 第二點 更近心臟地帶 直接攻門的威力更大 我相信他講的主要是 尼瑪或者433裡面的3 左右兩邊較為靠邊的球員 更加會接近心臟地帶 因為本身在433裡面的陣式 左手 即是前面最前的433 最後的3 即是靠前的3 左手邊的會是尼瑪 右手邊的要是美斯 要是蘇華蕾斯 你會經常在球賽裡面 他們去調位踢 好啦 這也代表 其實有兩位球員在旁邊 需要和中間可以起腳的 一些關鍵的心臟地帶 是有一段距離的 但如果轉了43312的話 43312裡面的2 那兩個固然 大概長期都是在禁區裡面的位置 甚至可以去到十二碼點左右的位置 變得更近心臟地帶 我相信這個論點大家會贊同 而還有後插的美斯 而美斯在正中間的位置 後插也有更多射門的機會 好啦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這個看法也不錯 也是正確的 的確是更近心臟地帶 直接攻門的威力 也可以比以往433更大 更直接 第三 跟蘇華蕾斯可以交叉走位 令對手更難防 的確431的陣式 是沒有說誰一定要較為靠左 較為靠右 在比賽上面 大家可以就著不同的時間 作出一些交換 那你要知道 現在很多歐六的球隊 都用4後衛的陣式 4後衛裡面有兩位的中堅 多數當你對手排出兩中鋒的陣式 那你兩中堅就要分開 一人抹一個 那如果你們兩位的中鋒 不停地調位的時候 可能就會導致對方的中堅 有少少溝通上的混亂 甚至可能在專注力上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剛好抹漏了一個至兩個 導致有機會 可以思考對方的防線 第四點 他講到有理 他隨時左右開工 始終大家知道 尼瑪的射門技巧的確是高的 頭一兩季 甚至在巴西國家隊 看到 他的腳內檔的射門能力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的 他有能力用腳內檔 去拖一些角位 而角位要知道 龍門是非常非常難 去作出破舊的 假如他比較靠中間 也代表他不需要平時 好像在左手邊一樣 要扭那麼多 要做那麼多的拼翼 才能夠到K角位 都已經是較為靠誰的位置 才能夠起腳 反而 多點站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拿到球 可能只需要向左或右 再撥過來一邊 就能夠起腳 而且尼瑪雖則 右腳是較為強 但他的左腳也不會是山蟲 絕對都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他更加容易射得到球 更加容易給他 可以有射門攻門的機會 第五點 畢者說到 尼瑪雖不需要找得那麼辛苦 對方曾經解釋過這個 就是認為這一點 其實是批評尼瑪 覺得尼瑪不夠質素 要不然 假如用433 尼瑪靠近左手邊 都應該能夠找得到尼瑪雖 是不需要特意用一個陣式 去遷就尼瑪 而令到他更加容易找得到尼瑪雖 不過我覺得 雖則尼瑪有沒有質素 今天不用再作任何爭拗 或者不用再作任何太深入的討論 反而就是 當用了4-3-1-2之後 很客觀的一件事 尼瑪和尼瑪的距離 一定會比當打4-3-3的時候更加近 而且尼瑪和尼瑪 大家會知道 他們兩個對比 索尼瑪和尼瑪 和尼瑪 默契上是較為好 他們兩個的踢法和類型 是較為相似 讓他們互相能夠幫助 也看到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 在球場上 也看得出他們的默契是較為好的 不是說索尼瑪不好 只不過尼瑪和尼瑪 尼瑪比較拼命 也只是相對於他們多一季 而且他們的踢法比較相似 而且大家總覺得 尼瑪好像是有帶來尼瑪 當是當年的羅羅拉丁奴 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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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瑪 那樣的感覺 去對待尼瑪 去對待尼瑪 所以你們兩個之間 有些時候 就算是打4-3-3 但他們之間的互傳都會比較多,尤其是頭一兩季 但上季當巴採表現不太好,大家看到他們兩個有點茅荷神秘 互傳的次數也不多,其中一個可能性是他們之間的距離較遠 但是不是代表尼馬質素不夠,所以距離較遠就傳不到呢? 不是,是因為對手已經知道你們兩個球員之間的配合是做得非常之好 要找一個防中勢,找一個澤偉強去撤斷,看得很實這個全球路線 而且美斯在蘇格雷斯來之後,亦都更多挖過右手邊 去打4-3-3右邊的一個前場球員,變得更加之遠和尼馬的距離 不過在4-3-2的陣式底下,由於美斯會做一個進攻中場的位置 而尼馬是做一個影子前方的位置 代表他們兩個不單止有更多的全球出現 甚至也會看到他們兩個有互換位置的情況出現 這樣的話,就可以給他們兩個有更多的機會合拍去做出一些攻勢 第六,牽制對手人數上佔優 他們說,為什麼稍有後,要加以解釋 其實他們就背上一幅圖 一幅很正常的圖,就是對手的陣式,大概像4-2-3-1的陣式 由於兩閘是要壓上去進攻的 所以對手的兩閘是要看巴賽的兩閘 對手的兩個中堅也會被尼馬和蘇瓦雷斯分別去牽制 那你會問,那防中應該去哪呢? 防中呢,根據這筆者的看法 應該是兩位防中都會著力一點去抹著尼斯 抹著尼斯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尼斯比較善於盆扭 一個對一個接近有九成或以上的機會能夠盆扭成功 所以假如要倒截尼斯的話,至少要用兩位球員 而另外的四位球員,當然有一個留在最前就等著打反擊 另外有一個進攻中場的球員會留在一個 即是根據圖,留在一個中場中圈附近的位置 而另外兩個左右兩邊的就會比較接近 四、三、一、二、三 除了布斯基斯之外那兩個 他裡面寫了恩尼斯達和拉傑迪 或者恩尼斯達和安達高美斯 甚至恩尼斯達和艾達杜蘭都可以的 好了,當然啦,這就是其中一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下,你會看到尼馬可以單對單對對手一個中堅的球員 而就像我之前所說過,尼馬單對單角的能力其實是高的 雖然你說上一季,可能他有很多盆扭是比較失敗 但這個都要少少幫他去兜的就是 始終他上一季都是打邊路 而他很簡單,做一個右腳左邊的邊路球員 當然他要扭得出來,而造成一些更加威脅大的攻勢 他扭到底線,始終他要全中 由於中間人馬踏襲,是很難 因為首先他一定要全中,不能夠起腳 要全中的話,亦都容易人馬踏襲,只能夠被人截到他的全球 但他的選擇只能夠咬出K角位的位置去找射門 或者再找一些斜傳的機會 不過,對手應該都會知道尼馬是較為傾向做剛剛後者的做法 即是咬出K角位,無論是交射射也好 所以對手就會更加容易去攔截,去防守 不過假如轉了4-3-1-2之後 尼馬即是單對單對著對手的中英球員 對手中英球員又要顧忌著他 會不會加一些直線 比可能會走到盲眼位的梳雷斯 甚至後插的尾斯 又要擔心尼馬會不會有機會找到一點空位 即是射門,甚至尼馬會盤樓過到他 所以在這麼多可能性下,其實尼馬在這個情況下 根據我們對他的認識,尼馬以知的技術來講 其實他是有很高的潛力或很高的威脅力 在這個陣式上可以發揮得到的 其實這篇文章我暫時這樣形容著 不過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篇文章一開始說到一句說話 上次贊文寫關於巴塞消失的進攻套路 令巴塞的進攻單調及易於防守 除了上次提到要增強兩邊邊線 令進攻立體化 另一關鍵就是球隊沒有善用尼馬的長處 其實這段說話也正正代表了 原來這位作者不單止寫了這篇關於尼馬的文章 也上次寫了關於巴塞消失的進攻套路 可能他評擊他認為巴塞應該要有的進攻套路 但其實我看到很多坊間的人 可能在說這位筆者說得不好之前 是沒有什麼提及過他之前的文章 而小弟有看過他上一篇文章 其實他那篇文章也有說到 為什麼他會選4.3.1.2 甚至有提及到他認為另一個陣式 是更加好的比起4.3.1.2 當然不是4.3.3 而這個陣式是什麼呢 我亦都希望大家 不說了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看一看這位作者的文章 很多聽眾留言說 認為樂仔我沒有聽完對方的所有其他片段 作出回應 沒有好好認識他其他足球的概念 或者足球的一些理論 那同一情況下 究竟大家在評論這位仁兄認為 對方說得很正確 這位仁兄真是所謂只得一個中學程度 當然我絕對不同意 對方的情況下 其實有沒有看過這位簡稅其他的文章呢 這個我真是一個疑問 我亦都希望大家這時候都可以 抽少少時間先看一看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全面作出一個分析 雖然我看到很多留言 主要是負面評價小弟 認為小弟有些輕挑 所以我希望解釋 其實小弟絕對不是輕挑 其次我亦不是主動去找事去聊交曳 而我真的看不過眼 而第三 你說到我們球星台原來全部人都不行 又或者說到等待的問題 只能有說 我亦都希望趁著這個機會 跟其他球星台我的巴打說聲 不好意思 而是主要是小弟我自己自拍自拍 要出這一系列的片段 而導致他們可能誤重父居 但我只能說的就是 我們每一位兄弟 不要說我了 另外那麼多位兄弟 全部做節目都是有心有力 希望他將自己對足球的理念 足球的觀念和大家分析 而和大家的傾談 想的並不是做一個老師 去教你們 甚至做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 而不是 也希望和大家做一個朋友 和各位聽眾去討論一下 甚至我經常覺得高手在民間 很多的聽眾可能有更好 更佳的 對足球的看法 我都歡迎大家去發表 但如果只是流於一些謾罵 一些批評 當然啦 我是不希望這些會成為我們留言 評論中的主流 好 有機會下一集再和大家聊一聊 謝謝 謝謝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